哈利路亚 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切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伟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 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她说 蒙大安的女子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闻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为他要他要为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他祖大位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知道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阴蔽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或作所要生的必称为圣 称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 李莎伯在年老的时候 也怀了男胎 就是那素来成为不生育的 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请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现在还仍在与我们做工 与我们同在 自有拥有的我们的神 现在 我们的耶稣是在主的宝座上 但是主来赐给了我们圣灵 他不会流弃 他不会流弃我们 让我们像孤儿一样 我们的主在前圣灵来引导我们 我们感谢主 我们依托 我们都来依靠主 愿主来怜悯我们的所有的软弱 用我们的能力 用我们的想法 是解决不了的所有的问题 愿主的圣灵来一一的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去体验到 我们的主是存活的神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去见证 我们的上帝是存活的上帝 能通过我们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上帝 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都能是依靠主来生活 感谢主 愿主再来临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是被遗弃在这里的 在这最后的这个时代 愿每个人都能来更加的追求主 在主的 在天使长的喇叭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 无论是我们在哪里做什么 都能听到天使长的喇叭的声音 在听那喇叭的声音的时候 都能变为一个永不腐烂的身子 都能得到主耶稣基督的迎接 愿每个人都能在信 在开始就能去准备这些信仰 愿主来应当的爱子们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信仰生活呢 大家觉得 大家的信仰生活是怎么样呢 是很有趣吗 还是很累呢 是的 我们的信仰生活呢 其实也是很疲乏的 因为我们的信仰生活呢 是一个属灵的战争 如果你一直用肉体的想法去想 或者用肉体的想法去解决的话 那是绝对不可能得到圣灵充满 是不会得到胜利的 只有去听圣灵的声音 去按照圣灵的想法 引导去行才能得到胜利 才能进到乐园 只有这样你的名字 才不会在生命册上被涂抹 如果我们相信就热烈的故障 把所有的人归于神 可能是在十年前 我们一 我们教会 我们的教会呢 在二十年前 是在东京是创立的 那么上帝是来告诉我 让我来创建这个教会 那么当时听到 我要来创建教会的 开脱教会的时候呢 有很多很多的人 都是来阻止我的 并且不仅仅是来帮助我 而且是他们也有的人 在背后来害我的人 他们觉得 他们有很多的人呢 在背后害我 并且要逼迫我 他们说一定要把我这个草 给拔出去的 当时一起与我们生活的 一些就是教会的那些家人 是现在的 库辈的主人牧师 红牧师之外呢 是所有的人都是来反对的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 是一直来让我听到 我们的主 让我来开拓教会的 主来问我 谁要把脚 躺在这个 留着的 这个约旦河当中呢 我当时是回答的 主啊 如果 如果 我 我能做的话 愿主来使用我 当时呢 我为了来 开拓教会呢 我与当时的一位牧师呢 来商量了一下 然后呢 他就对我说 你有钱吗 你准备了钱了吗 但是呢 他说 你没有钱的话 你是不可能来开拓教会 来创建教会的 但是他问我 你问 你没有钱 你为什么要开拓教会呢 但是呢 我对他说 因为一直我听到了主的声音 主一直来感动我 让我来开拓教会 除了这个之外 我是没有别的任何的资金的 当时呢 当时呢 是非 当时是 二月份是很冷的时候 那他就说 现在因为是最冷的时候 你就过了这个最冷的时期 等到过十几个月之后 可能说有的人会帮你的吧 等到开车之后 你再开拓教会吧 当时呢 就是 当时呢 有一个人是这么对我说的 但是呢 我虽然听着这位牧师的这么话 但是呢 我还是听到圣灵的声音说 谁要把脚趟在这个流水的 留着的这个月荡河当中呢 我虽然是和这位牧师是一直来商谈 一直来商量的 但是呢 主的圣灵一直来引导我说 来问我 并且我一直说 我是要做的 我一定是下决心 一定是要做的 我是要听圣灵的声音之后呢 然后我下决心 我们就开拓了这个教会 开始了这个做礼拜之后呢 一直是持续到现在的 其实这个道路呢 是非常非常的艰险的道路的 是没有一个人是非常高兴的 要与我一同 来开拓这个教会的 就是说 如果你不放下你肉体的想法 如果你不多多去祷告的话 就是 这大部分的人呢都对我说 哎你差不多就行了 你别做的那么认真 你做到这会就行了吧 你别做的太过分了吧 但是呢我其实是 我的青春是现在才开始的 但是他对我说 有的人对我说 你已经上了年纪 你就差不多点了 别那么太用心了 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 我都觉得 为什么这些人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呢 所以呢 嗯 我觉得连跟他们对话的必要都没有 所以呢 我就是跟他笑完之后 就不会再给他们对话的 我们的信仰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肉体的想法一直留着的话 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的话呢 那么这一定会成为一个绊脚石的 那么就是说 在你身体里的你的想法和你这个肉体的想法呢 会成为一个你属灵上的一个绊脚石 你一定要把你的所有的属于肉体的想法来放下来的 只有这样呢 你才不会失败的 往往呢 你的肉体的想法呢 会让你失足 会成为一个你的绊脚石的 其实我的父母呢 是 嗯 当时是最反对我的 原本是在索林方面来看 他们应该是 最支持我的 但是呢 我的父母呢 他们是最最最来反对我的 其实我的父母是来生下了我 但是呢 我的父母是当时是当时是最伤心的 说哎呀你去日本完全是破产了 完全是这个人是完全完了 我的当然我的母亲呢 呃 在去世之前呢 前一天晚上呢 他们 我的父母呢 在去世之前都是在养老院的 他们呢 他们呢 会在那里呢 说 呃 我的儿子是在日本 是当牧师的 他们呢 反正是在去世之前呢 是有很多很多的 很大很大的变化的 我的父亲呢 那在到88岁为止呢 他每次看我的时候呢 都是用可怜的眼光来看我 他每次呢 对我说 你赶紧回韩国吧 你别再带人 你别再日本 遭罪了 但是呢 他在去世之前 他却是对我 一直是支持我的 就是说 没有信仰的人呢 他们是因为是拿着肉体的想法 所以呢 他们的肉体的想法和属于属灵的想法 肯定会有这个一个纠结的 那么这样的时候 我们会要拿着什么样的信仰的态度呢 去决定呢 在属灵的战争当中 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胜利呢 我们属灵的态度呢 嗯 我们是要拿着什么样的态度呢 亲爱的各位 我们的亚当和夏娃呢 他们呢 是在热园是吃了这个热 是吃了这个禁锅的 那么当时他们吃的时候呢 其实上帝已经告诉他说 你们不要吃云当中的哪一个大的果子 但是 就说他们听了这个话语 他们 在他们心里不会有那个 就是说要抗拒这个话语的 这种感情的 但是 因为他们的想法是相信 是接受这个上帝的话语的 就是说上帝是存活的 上帝对他说的这个见面 他是知道的 并且他也是记住的 他没有说要拒绝这个话语 但是他的环境呢 是让他去犯了罪的 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有没有守住这个话语呢 你的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相信上帝的信仰呢 其实都是每个人都是同样的 但是呢 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在你们的环境 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 你们虽然说你是相信耶稣的 你们虽然说你是信主的 但是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应该所做什么样的信仰呢 你不要用你的肉体的想法去决定 有很多的人是拿这个肉体的想法去决定的 我们要放下这个肉体的想法呢 要去按照属灵的想法 要按照圣灵的想法去实践的 可能是那时常呢 我们是有时候呢 连我们自己都可能是会 没有认识我们自己 就是说我的信仰到底是在哪一个阶段呢 我的属灵的阶段和上帝的属灵的阶段 是离着多远呢 是否是何而为一呢 我的灵和上帝的灵的这个关系 如果这个关系是都塌下来的话 那我们是不可能得到胜利的 你们可以说阿门吗 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圣经上的这个玛利亚呢 玛利亚呢她是一个童女 她连想都没有想过 但是她在天使面前 能是拿着什么样的态度呢 就像是一个初信者一样 她是可能是刚开始相信耶稣的 但是这个玛利亚她是存着什么样的态度呢 有的人呢 有的人呢他们虽然说是信主了好几十年 他们说是有见过的信仰的 那么亚伯拉罕呢 那么今天的玛利亚呢 是拥有着像亚伯拉罕的这个信仰的 亚伯拉罕呢她是为了顺从上帝的话语呢 她是离开了本土家族家人 那么她的家就说这个环境呢是有个改变的 每次不管是她的环境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她的信仰是没有得到 就是变没有去就是一直变化的 她呢是在埃及当中呢 出埃及的时候呢也是一直 待了是四十年 并且就说她在埃及呢 在四十年期间 她是有了很多次的很多次的失败的 她虽然是失败的 但是上帝呢 上帝的话语在临到她的身上的时候呢 她还是一直在要按照上帝的话语去做的 她呢并且是说 她要把她的儿子以色来献给神的 她为了要把自己的儿子以色来献给神呢 她是把她一直是走了好几天 要去到那个山上去献上自己的儿子的 那么她是通过她的行动呢 去实践了她的信仰的 那么她是信仰的祖先 那么她在成为信仰的祖先 得到上帝的认证之前呢 她是经历了四十多年的 那么为什么呢 她 就要再来生个儿子吧 生个孩子吧 但是呢 这并不是上帝的想法 上帝的想法 上帝的指引呢 是通过 本人呢 本人呢 来生孩子的 生这个儿子的 然后呢 然后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玛利亚呢 如果没有这样的变化 就是说 天使们在给玛利亚传话语的时候呢 她呢 她呢 在这场子呢 是真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 一个童女 怎能是怀孕生子呢 没有结婚的人 怎能是怀孕生子呢 玛利亚并没有说 这能这样吗 而是说 不可能这样的 她是说 不可能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就是说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她说 因为我是一个童女 我还没有与 我还没有与男人同房过 我怎能是怀孕生子呢 她虽然与约瑟当时是订婚的 但是她与约瑟是没有同房的 所以呢 其实这是 他们现在没有同房 但是要怀孕生子 这是真是不可能的事情的 但是呢 天使加把列对她说 你要因着 你要得到圣灵 因着圣灵的能力 你要送一个儿子的 我们的主的话语是 无所不能的 我们的上帝呢 是无所不能的 是无所不能的 他是所有的事情 都能是能做的 我们是要完全来相信这一点的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是玛利亚的信仰的这个一个秘密 他是信仰得到成功的一个秘密的 其实这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 比如说有一个天使突然发生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说 说要发生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并且玛利亚呢 并且玛利亚呢 并不是说像亚伯拉罕一样是 嗯 考验他几十年之后才那样的 而是说 玛利亚呢 其实是刚相信的 她说我只是一个 主的一个使女 我虽然是一个同女 但是呢 我是要按照上帝的话 我是情愿上帝的话语 成全在我的身上的 那么用我们的肉体的想法去想呢 我们想想 如果当时的那个旧社会呢 如果一个同女生 怀孕生子的话 就当时的律法呢 说一个如果没有结婚的 女人怀孕生子的话 是会被石头打死的 一个同女 一个处女 她要怀孕生子 是当时的这个律法来看呢 是说由当时的律法来看呢 是她是要被 嗯 这个 石头 打死的 就是说她如果要 就是用我们热体的想法 来想呢 她如果真的怀孕生子的话 她可能是会被石头 打死的 她是知道的 可能会冒这个险的 她也可能想过的 但是她说 如就算是她死 就算是自己牺牲 但是呢 她希望主的话语 是希望成就在她身上的 那么我们在听这个话语 看到这个圣经上的话语之后呢 我们呢 是要这么来相信 并且我们要来 依靠这个我们的话语 是无所不能的 并且呢 我们要 要这么做的 如果我们相信 就热烈的 我们要拥有 像玛利亚一样的信仰 就算是五分钟之前 你没有这样的信仰 但是现在开始你要拥有的 亚伯拉罕呢 她是被考验了四十年 但是呢 玛利亚呢 她是并没有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的 这个初心者 刚性的人 就是信仰的主线 我们想的主线 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 因信得救的所有的人呢 都会得到主 都会进到主的怀抱当中的 那么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象征的话语 那么就是说 如果我们死了的话 那么如果我们得到 拯救了的话呢 就会进到耶稣的怀抱里的 就会在乐园里的 那么我们得到拯救的 这个一个通路 一个通路呢 就是说 亚伯拉罕呢 是我们信仰的祖先呢 这是一个象征的话语的 那么 那么 玛利亚呢 她如果说 如果是 她 没有 怀孕生子 没有 没有 与这个 男人 如果 当时玛利亚 如果她真的是 怀孕生子的话 她可能是会 去冒险的 因为一个童女 怀孕生子呢 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的 其实当时她的想 她当时的环境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 她处在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环境当中的 当然顺从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 想想 她也可能会 也有可能会 约瑟是 完全她的婚姻也是会一个破婚的 可能社会他们的婚姻也会有个破局的 就说 用我们肉体的想法来看呢 是说 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危险的这个方法 危险的这个情况的 玛利亚呢 她并没有拿出各种理由来拒绝上帝的 其实她也有可能是会来拒绝这个天使的 比如说 因为我现在才信赏 我不能做 或者是说 我现在也都有这个订婚的人 那如果你让我这么做 我跟订婚者可能是会 有一个破局的吧 其实说她可能是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来拒绝的 但是她并没有去拒绝 她是把所有的一切呢都是放在后面呢 我们并不是得了这个失忆症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忘记以前的所有的一切 我们要 我们要去求向主的幻语呢 是成全在我的身上的 只要拿着这个话语就行了 你们为什么要去念圣经呢 我们为什么要去听圣经呢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面前的话 那么我要怎么做呢 那么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 那么我会怎么做呢 当然你们现在可能回答说 哈利利亚我可能会是这么做的 但是你想想如果这个真正这样的事情 真正发生在你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呢 可能是有的人可能是会在我面前 或是马上会发生 脸色会变吧 他的脸色可能是马上会变的 有个人呢 有一位圣徒呢 就是有的人呢 他是脸色是马上会改变的 现在这位小巴亚士山呢 他是他的信仰呢 是非常非常的火热的 这位呢 这位呢 他也对我 他也 他也最近呢 他的信仰呢 是非常非常的火热的 可波亚士山 他说 他 他说他曾经经验过 就是快要就是死的时候 他说啊 我完全知道死亡的这个恐惧 所以呢 我是真正要来相信自己 来依靠神的 我听到他的话的时候呢 我是知道他也是有真正的信仰吧 我们再回到主题 今天的这个玛利亚呢 玛利亚呢 她的信仰的告白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听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 真的要好好的去想象 玛利亚呢 她并不是说自己要灭亡 自己 也就是说 能有一个坏的结果 她是怎么做的 并不是说像 亚伯拉罕一样 是被考验几十年 四十年 而得到那种祝福的 玛利亚呢 其实呢 她是 当时是可能是没有很 这个筋骨的信仰 但是呢 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 如果我们真正的按照 上帝的话语去做的话 我们是可以走捷径 可以真正得到 祝福的 他们在新约时代当中 他们还没有知道更多的 这个耶稣的时候呢 他们其实对于上帝 可能是没有太多的认识的 但是呢 因为当时耶稣是通过 玛利亚的身体 是出生在这个世上 所以呢 当时的人是 不知道这个耶稣的存在 并不知道这个上帝的这个知识的 但是呢 玛利亚呢 当时她跟她的这个订婚者 就说她跟约瑟呢 都没有同房过 她呢 是完全是个同女的 就是说有没有过 这个人有没有过 与别的男人 有没有过这个同房 本人是最知道的 你们不要去怀疑别人 是本人是最知道的 玛利亚呢 她真正是不知道 还没有体验过男人 她还没有与男人同房过 但是呢 天使得她说 你要得到圣灵的 感动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 那至高者的能力呢 是要因比你的 就是要帮助你的 那玛利亚呢 是与耶稣呢 是没有任何的同房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是完全用圣灵的能力 来让她受孕的 我们的耶稣呢 是完全是 因着上帝的能力 来受孕 来到这个世上的 那么玛利亚呢 她是知道 应该是怎么样 来相信上帝的 玛利亚呢 她后来在 在一个婚宴上 去参加一个婚宴上的时候呢 那个婚宴的 葡萄酒呢 当时是 呃 被人喝光了 然后呢 玛利亚听到那个 当时村子里的人 来到那 当时村子里的人 说没有酒喝的时候呢 当时 玛利亚呢 是知道 这个耶稣是真正的上帝的 他们为什么 耶稣为什么会是 在那里是 是没有去 没有去 没有是体验上帝的这个 事情 做工呢 但是呢 玛利亚是 对耶稣是怎么说的 说 你要把那个水 变成葡萄酒的 玛利亚呢 她是知道耶稣是 会帮助她解决那个问题的 玛利亚呢 玛利亚呢 她因为知道自己 这个 这个耶稣的受孕呢 是完全是一个圣灵的 所以呢 她是知道 耶稣是真正的上帝的子女 是真正的 神的 所以呢 当时玛利亚对这个 耶稣说 你要 你要把这个水变成葡萄酒的时候 耶稣对她说什么呢 说 你这个女人 这与我有 这是与我有什么相干呢 就是一个儿子 如果对父 对母亲这么说的话 母亲可能会生气的 但是这个玛利亚呢 她是听到耶稣 嗯 这么说的时候呢 她是说阿门的 她是认可的 前几天呢 那有一个人呢 对我说 在我面前呢 有一个人呢 是非常非常地发火 就是对我呢 是发很大大的火的 她说 耶稣怎么会这样呢 我心上帝 上帝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的耶稣呢 是 全能者 祂是无所不能者 不论是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只要来 依靠上帝的话呢 依靠耶稣的话呢 所有的问题 都是会得到解 都得解决的 你们为什么要打预防针呢 现在连 嗯 还没有发生的疾病 你们为什么要打预防针呢 你们这样的话 还没有得到这个疾病 你为什么说 为了不得病 我们应要打预防针呢 你们在得病之前 你们首先要去祷告吧 约伯呢 约伯为什么 就是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个撒旦 去攻击约伯呢 约伯呢 他一直是担心的 你们看 你们有时间看一下 约伯记 约伯记上是怎么记载的 他一直是担忧 一直是担心的 所以呢 额 沙达来攻击他的时候呢 他的手完全是架破人亡了 并且他是满身生疮 就是说满身是生了这个划农 并且要用这个破的瓦呢 就是破碎的瓦片呢 来刮自己的身体的 来解决这个痒的 当时的这个约伯呢 当时约伯说了什么呢 他说我所害我所惧怕过的事情 真正是临到我身上了吧 那么真正有信仰的人 真正有信仰的人呢 是可以是拿着信仰去前进的 但是没有信仰的人呢 他们一直是怀疑 并且真正那些事情 是会发生那样的事情的 坦克 就是说军队使用的那个坦克呢 坦克是一个武器 这个坦克呢 他是自己是去制造这个 是开路的 就是说坦克的这个轮子呢 他是自己说是可以开发这个一个路 这个路的 就算是没有的这个路 坦克呢 他还是自己是开拓这个路的 那么我们每一位呢 你们每个人呢 要像坦克一样 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开拓我们道路的 我们 你们不要自己来限定你们的能力 你们会因着你们的信仰呢 来决定你们的命运的 就是说现在没有发生的事情 有的人就在那担心 就像约伯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呢 要像玛利亚一样 就算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面前 大家想想一个童女 一个处女如果怀孕生子的话 那么当时的社会就说 一定当时的律法呢 是要被石头打死的 当时的那个环境 它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的 但是呢 它并没有屈服 它是超越了那个恶劣的环境的 那么玛利亚的告白是什么样的告白呢 在第二章当中呢 玛利亚说 后来再说了什么呢 她说我一定 在第一章 就刚才我们念的那个往下之后呢 玛利亚说 我是真正的蒙福的人 她是告白说 虽然我现在的这个 我现在虽然是处在非常危险的环境 但是我是一个真正的蒙福的女子的 那么这是上帝与她约定的这个条件的 如果她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信仰的话 那么她是不可能得到上帝的祝福的 那么大家想想 这其实是一个多么可惜的事情呢 有的人虽然说自己是相信上帝 但是她的行动却没有做的是 她的她却没有做是真正相信上帝的这个行动的 我觉得真是非常的可惜 其实圣经呢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 你就算是随便翻译 那都是同样的话语的 比如说一个醉酒的人 比如说一个醉酒的人呢 她就是她是醉酒 她是完全醉了 但是醉酒的人呢 他们都是会回到自己的家的 以前呢我做了一个梦 我做我的做的梦呢 就是说我的腿上有一个这个导航器 我的脚上呢有个导航器 当时我就想 啊我的脚上怎么会有导航器呢 但是我就在那里走呢 我边走我就边觉得 啊我的这个脚上的这个导航器呢 是非常好的 因为如果我走错道的话 她就马上会告诉我 神你走错方向了 你要往右拐 你要回来了 然后呢她就会引导我回家的 就说我的脚上的这个导航器 刚开始呢 虽然会觉得刚开始是不方便 但是呢她会一直来引导我的 希望你们每个人呢也回去祷告 说希望上帝能来给你安装一个导航器 如果你们走错道了的话 是马上来在你的脚上也安装一个导航器 让来告诉你说你走错方向了 或者说我们要改变方向的 就是我们的信仰上呢 在信仰上呢我们一定要努力的 就是每个阶段呢 我们都要去努力 都要努力去升级的 我们是她会觉得我们是软弱的 如果没有主的这个引导的话 我们是马上会可能是会迷失道路 可能是会迷路的 但是我们在走错方向的时候呢 主会马上会来引导我走向正确的方向的 亚伯拉罕呢是真理的四十年 今马利亚呢他是一下的是马上呢 他是写现出来了自己的这个信仰的 就是说后来的会成为前者的 我们的上帝是多么好的上帝呢 大家是怎么样呢 你们会觉得啊后来的人他怎么会站在我的前面呢 他怎么后来的他会在我面前显摆呢 有的人可能是会这么想的 但是呢后就算是后来的人 你如果用心去做的话 那么上帝会允许你的 无论是去哪里都 你 圣经上的不管是翻哪一页 都是上帝都是来给我们上帝的话语 就算是在那里摇摆的人一直摇动的人 你们为什么不能兼顾你们的信仰呢 一旦发生什么样事情的时候 你就一直拿着那个问题说 哎呀神为什么会这么这么样带我 神为什么没有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直会在那里不平不满呢 可能谁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不会去听讲道 而是说哎呦我明天谁会来帮我呢 我去求哪一个人呢 我明天去求哪个人帮我办事呢 可能是有的人会是这么想的 有的人在礼拜的时候呢 他一直会拿着手机在哪里 可能是等着别人的电话吧 但是呢我对大家说过 在礼拜的时候一定要关闭你的手机的 圣经呢 如果有像玛利亚一样的信仰呢 那么就算是一个仆人 就算是一个使女呢 玛利亚呢 她是一个使女 就是一个仆人 玛利亚和我们一样都是一个罪人的 那么在耶稣的面前 耶稣对她说你这个女人或者是你这个妇女呢 虽然对她对她的母亲这么说的时候 但是玛利亚呢她并没有发火 因为她知道耶稣是真的的上帝 一个儿子只能对自己的母亲说 你这个妇女或者是一个女人能怎么说呢 但是呢因为玛利亚是知道的 所以呢她是一直是听从这个耶稣的 你们不要荒用这个肉体的想法去判断或者去想 如果有没有肉体的想法去想 啊她是我儿子她怎么能 这么 对我说这样的词呢 不要这么想 我们呢要知道这个属灵的方法上 属灵的这个道上呢 我们是知道耶稣呢是真正的上帝 是真正的神的 那么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呢 你不要说这个话语我知道 这个话语我念过 你不要光觉得听完这个话语 感觉高兴就结束了 而是说就算是一段话语呢 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 要去就算是一句话 我们也要去实践的 那么玛利亚呢就说 一旦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不管是环境是多么的恶劣 不管是当时的是什么样的不好的状况 那么玛利亚呢 在这个婚礼婚宴上的时候呢 他对耶稣说 嗯 现在没有葡萄酒了的时候 那么耶稣对他说 你这与我有什么相关呢 玛利亚呢 当时呢也是来顺从耶稣 他并没有自己说 哎你就现在赶紧变成这个葡萄酒吧 他并没有怎么说的 他是顺从耶稣的 玛利亚对他说 玛利亚呢也是这样的 一旦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在这个婚宴上的时候呢 他们就对这个家人 就说这个婚宴的这个主婚者的这个主办方呢 嗯 就对他说 耶稣 对你们说什么 你们就怎么做吧 他让你们怎么做 就怎么做吧 你们不要拿出你们的理由 你们不要担心 耶稣让你们怎么做 你们就怎么做吧 玛利亚是对这个主婚 这个婚礼的主办方式怎么说的 然后呢 耶稣呢看到玛利亚和这个 呃 当时的那些人的态度之后呢 他并没有说 这与我有什么相关呢 这我还没有到我做工的时候呢 而是说 那么你们就把这个呃 这个水贴满那个缸里吧 当时呢可能 大家想一想 现在这个客人是来了很多 我现在是没有酒了 说我现在是很疼 牧师你给我祷告吧 牧师你给我来安收祷告吧 我现在发生这么样的事 你请你给我祷告吧 但是如果我没有那么做的话 他可能是会是花 是发火的 有的人呢 他会让我为他做安收祷告的时候呢 他会拉着我的手到他的腰那里说 牧师我腰疼 我这块疼 你快按着我的腰来给我祷告吧 那么耶稣对那个呃 那些呃 呃 办婚礼的人说 你们把水贴满这个缸子的 那么可能当时的那些 婚礼办婚礼的人可能会说 哎呀耶稣啊 你做什么事啊 你怎么会让我们把这个水贴满这个缸子呢 我们现在是需要葡萄酒 并不是需要水 你为什么让我把这个水贴满这个缸子呢 哎呀你就别在这里贴乱了 有可能人有可能呢 是会这么说的 其实在可能是 对 针对耶稣的这个命令 可能是会有很多很多的理由的 那么有的人呢 来到母亲说 牧师面前说 牧师我希望你这么 你这么对我 我希望你能 用你的手来按在我的腰上 来给我做道德高 你怎么没那么做呢 就说 有的人呢 是拿着各种各样的不平不满来到 教会的 所以呢 他是不能得到治愈的 希望你们每个人呢 都能去祷告 一直直到你们能理解这个话语 耶稣的他说 你们把这个水贴满这个缸子 然后呢 那家人呢 就把水贴满了缸子的 比如说耶稣的 比如耶稣的他们说 耶稣的他们说 你们把那个土 去挖土 贴满那个缸子 他们也会去做的 耶稣上帝呢 是用土来制着 来造了这个人的 然后呢 用亚当的肋骨呢 来制造了西亚瓦的 那么为什么男人和女人的这个 材质是不一样呢 为什么男人是土 女人是这个男人的肋骨呢 你们不要 你们是要想反抗吗 你们是要想抵抗吗 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的上帝是创造主 他是这么做的 是他的权利 但是有的人说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我是要批判这一点的 有的人要抗议的 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 你们可以来到前面 我会把麦克风给他 东京EMC 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你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满的话 你可以来到这里 比如说 让你来打水 把水贴满那个缸子 你只要把水贴满就行了 你不要拿出客总干的 别的话了 你只要去打水就行了 你不要说 哎呀我要贴到什么时候呀 我到天 我要贴几桶啊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上野公园的时候呢 有的人说 师母啊 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做呢 这个要怎么做 那个要怎么做呢 就是说 有的人来侍奉的时候呢 他们会一直提问的说 哎这个要怎么做 那个要怎么做 这个要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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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嗯 你 你刚种上这个 种子 还没到几天 你就又挖一次 然后你再种下 然后你再没到几天 你种子挖呢 我们的上帝呢 是为了来引导我们胜利 主在圣经上是计划好一切的 是要给我们胜利的 我们只要按照上圣经上的内容去顺从的话 是会得到成功的 但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在那里交乱呢 一直在那里着急呢 玛利亚因为没有完全 相信这个耶稣呢 所以呢他可能首先说 哎呀耶稣啊 你快点把那个水变成葡萄酒吧 他家没酒了 他也可能是着急 可能是回说了这句话的 那么这个肉体和属灵呢 是水火 是就像是水火不容的 如果我们肉体的方想法 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的话 那么这个圣灵是不能做工的 因为这个肉体的想法 一直是会来妨碍我们的 所以呢因为你的肉体的想法 一直是充满你 所以呢我再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 如果放下你们肉体的想法 你们来充满你们属灵的想法 那么这样的话呢 如果圣灵得到充满的话 上帝首先 上帝会来告诉我的 神牧师你现在所需的是什么呢 我就算是补取求上帝呢 都是会来告诉我的 我就算是默默的来洗 我只要是默默的来显现出我的信仰的时候呢 上帝呢是会来充满于我 我与这个日本国家和日本政府呢 是没有战争过的 但是呢我是于在我的肉体方面呢 就说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呢 是一直是 一直是作战的 我们在刚开窗教会的时候呢 因为当时没有过教会 没有这个屋子 教会的这个建筑物呢 所以呢我们就在外面 在公园呢是做礼拜的 然后呢 后来找到了在外神田的这个教会之后 在那里待了十几年 后来我们又一直搬了几次家 在 我们现在呢是在这期间呢 一直是搬了好几次的教会 我们是转了一圈的 现在就算是现在呢 那上帝如果这么说 你们如果你们出去吧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也是会说阿门的 但是有的人说 哎呀沈牧师 他完全是完了 他那完全是破产了 他们教会是 现在是在外面做礼拜了 就算是别人这么说 我也是没有关系的 就说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引导去做 但是如果你用你肉体的想法去想的话 我也是不会阻止你的 耶稣在得到复活的时候 他的弟子们对他说 啊你是幽灵吧 真正是得的 只有是得到圣灵充满的人 才可以知道真正的属灵的人的 那么亚伯拉罕呢 上帝为了来试探这个亚伯拉罕呢 所以呢就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把以圣的儿子以色献给神的 这是上帝为了来测试亚伯拉罕的 并不是希望能真正的杀死他的儿子的 那么亚伯拉罕呢 当时会想上帝与我约定了这些 当时让我离开本土家庭 所以呢他对我说 让我的子孙后代是得到翻演的 所以呢我就算是把我的 这个独生子约瑟杀死 独生子这个杀死呢 上帝也回来整救我的 所以呢亚伯拉罕呢 他是真正按照上帝的话语去做的 这是在 罗马书第四章当中呢 也讲到的 我们的上帝呢 是让我们在死里得到复活 让我们从无到有 让我们从死变为活的 阿们 如果你们相信的话就大声的说阿们 你们不要曾经说阿们 你们张大嘴要说阿们 才说阿们 如果你们得到感动呢 你要自己张开你的嘴的 你如果想吃饭的话 你自己要张口的 你不要让你的妈妈 就说让你的母亲硬 张开你的这个嘴的 有的人呢 不让他说阿们的话 他是不会说阿们的 那你们不想得到胜利吗 你们不想蒙福吗 你是去非常害怕你周围的人吗 就是周围的环境吗 玛利亚呢 他并没有与自己这个订婚的这个 未婚夫呢 是商量说 会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 他只是对耶稣说 希望上帝的事情 成全在他的身上的 所以呢 上帝呢是做了工 因为玛利亚呢 是显现出了他的信仰 所以呢 约瑟和玛利亚的关系 会不会恶化呢 是绝对不会恶化的 所以呢 上帝呢 又派天使长呢 去到约瑟那里呢 然后呢 加百列呢很忙的 加百列呢 他又去到了这个约瑟那里 其实这个很忙的 这个加百列 也并没有对神说 哎呀 上帝啊 我好忙啊 你刚才让我去玛利亚呢 又让我去约瑟呢 然后呢 他并没有这么反抗 而是他是去了约瑟那里呢 然后呢 他对约瑟说了这件事情 因为约瑟呢 他是想如果自己没有与未婚妇 就是说没有与未婚妻子同房 但是如果自己的未婚妻生子的话 怀孕的话 那么肯定是会想是背叛了吧 但是呢 就怕约瑟这么误会呢 所以呢 这个天使长呢 就对这个约瑟说 你绝对不要误会 现在你的未婚妻的怀孕生子呢 都是上帝的旨意 你们要生一个儿子 要启明耶稣的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当中呢 也是这么讲到的 在耶稣呢 是我们的上帝呢 是让这个玛利亚和约瑟呢 是完全放心的 没有让他们 因为这件事情 他们俩的关系是争吵的 我们的上帝呢 是会按照我们所需的意思 是来告给我们的 我们的上帝呢 是比我们更加明白我们的 他并不是说随机应变 哎到这时候一看不够就给你 而是说我们的上帝呢 是按 是有他的所有的计划 是有他的所有的 是按照他的所有的计划去做到 我们的耶稣呢 我们不需要拿更多的华利的词语来修饰他 我们的耶稣呢 我们是要完全相信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教会呢 也有一个牧师的这个办公室 以前我们刚开始创建教会的时候呢 呃 我们是真的连一个小小的屋子都是没有的 小小的办公室都是没有的 但是呢我相信我们的上帝呢是会来 给我们开启这个日本的道路的 我是离开了我的祖国 我是离开了放弃了我的所有的学业 来开拓这条道路的 那么我现在就算是为日本祷告 但是我们的上帝呢还是会来照顾我的这个祖国的 七年之前上帝来感动我呢 给我感动 所以我拆遣我的仆人去日本 然后我会让我仆人的这个祖国 韩国是会被攻击吗 如果他的祖国灭亡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我是绝对不会那么做的 上帝呢是给我这样的感动的 所以呢上帝给我感动 所以你不要担心你的国家 你要为我拆遣你去的那个日本的国家去祷告的 然后你的国家我是会看着办的 你就不用担心了 如果我们上帝来做工的话呢 我是自己也不用去韩国的 只要一个电话或者是我们打 我们向上帝去祷告就可以了 这周呢我会去韩国参加国家祷告 国际祈祷会 我们的战场呢并不是血肉之战 而是说与空掌握空中全能的这个属灵的作战的 如果我们解开了这个问题的话呢 如果我们只要依靠圣灵去祷告的话呢 那么来帮助我们解决的呢 也都是我们的上帝的 希特勒呢他是屠杀了几百万人的 当时美国的一位叫邦赫波的一位牧师呢 他是回的 他是当时说一定要打倒这个希特勒 一定要把这个希特勒给打倒 因为他屠杀了很多很多的人 当时这位牧师呢 这位牧师呢就被关了起来 他呢被关起来之后呢 他在监狱里呢 他是看到了一个幻象 就说希特勒呢 他是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 但是希特勒呢 他看到的那块像当中说 希特勒呢对上帝说 我不知道这是错误的道路 谁都没有对我传过耶稣 希特勒呢 他原本也是一个应该得到拯救的这个灵魂的 但是呢没有一个人为希特勒去传道的 可能是没有一个人会为这个希特勒做过代道的 但是耶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呢 也有很多人在那里说 因为不知道耶稣是圣地 所以呢他们说是要让耶稣快点把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就说他们所种下的这个恶的种子 是得到了恶的回报道 那么当时这个牧师他 当然如果是这么说的话 他也是正确的 但是他应该是对 也应该向神祷告说 希望犹太人们他们也是要悔改自己的罪的 他并没有对属灵的 这个 在属灵上他并没有做祷告 而是说一丝勇气说 要达到希特勒达到希特勒 所以呢他当时可能是会被关起来的 这位伯仁佩莫师呢 他是得到了处刑 他在被判处刑的之前呢 他是向神悔改 他说他是向神悔改的 我们一起来说 我们的祷告 我们呢 并不是血肉之战 而是掌握天上的权力的 这个属灵的这个作战的 让我们去犯罪的这个属于肉体的想法呢 我们要快点的去打倒的 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计划 所有的计划呢 最终都是胜利的 并没有失败的 我为我的国家 我为我的民族在担心的时候 当时的韩国还有这个北朝鲜 上帝呢 都是主宰着一切的 直到这个韩国的教会去悔改 也直到北朝鲜的这个所有的人都去悔改 就是说 所有的一切都是掌握在上帝的身上的 所以呢 只等到韩国的教会都要去悔改 所有的人都悔改呢 这都是有上帝的计划的 这是一个上帝的这个天国的一个法则的 所有的人呢 就说为了能得到韩国 还有这个国家的平安呢 我们每个人呢 要去祷告就可以了 就要去这个属灵的祷告 如果我们多多的去悔改 多多的去祷告的话呢 也会让更多的这个韩国教会和北韩人 就北朝鲜人他们要去悔改 当然这是因为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我不会去多多的去讲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呢 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想法 我们要改变我们这个属于肉体的想法的 我们要丢弃这个肉体的想法 然后呢我们要真正的是按照 让这个属灵的想法来充满于我们的身上的 那么玛利亚呢 他虽然当时处境是非常的不好的 但是呢 他是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神 拿撒禄他死了 他是已经被埋下了 因为他的他死了已经是三天了 他的身体一定会是腐烂的 但是耶稣他说拿撒禄你出来的时候 当时所有的人就是都是 都下来一条说 哎呀拿撒禄已经都死了三天了 都以现在都有这个尸体腐烂的味道 他怎么能走出来呢 当时的这个玛利亚并不是今天的这个玛利亚 但是别的村里的这个玛利亚 然后这个玛利亚就对这个耶稣说 哎呀你怎么回事 他已经死了三天了 他能走出来吗 因为他的尸体 这个尸体已经腐烂了 但是但是耶稣对他说 拿撒禄你出来 你要走出来吧 那么拿撒禄呢 并没有说拿出各种结果说 哎呀牧师 我以为死了我出不去 我不能去教会了 我因为我有这样的理由我去不了了 他并没有这样 而是说拿撒禄呢 他是 虽然是满身 缠着这个绷带 但是呢他还是走出来的 不管是死人还是活人 耶稣一旦说了的话 只能是去服从的 来跟随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 死人也会变为活人的 那就是说我们要具备 相信上帝 相信耶稣的这个最基本的 就是说最基本 你不用具备那些什么华丽的词语 就是说你只要具备这个最基本的信仰就行了 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人类的各种 法学者的鬼神 我们一起喊耶稣三声之后呢 一起来祷告 漫尔 中文字幕 李宗盛